大家好,我是可乐 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高分犯罪推理剧《林书妙探》第二季的第十九集 纽约的街头,几座滴水兽石像静静耸立在高楼顶上 一名男子下班回到所在的公寓,却不想门锁似乎出了点问题 由于房子年久失修,楼顶的石像时不时会往下掉点碎石线 男子并未在意,还在拼命转动他的钥匙 不想下一秒 警方很快赶到乱发现场 死者已经被石像砸碎了脑袋 到处都是喷剑血迹,惨不忍睹 警方在石像底部发现了一些凿开的痕迹 也就是说这并非房子年久失修造成的意外 而是人为,凶手为了能确保死者在楼下待的时间足够久 甚至破坏了门锁 据了解,死者叫做威尔,是纽约历史博物馆的副馆长 家中除了文物,还有一些玛雅文字的书信 洗手间有两只牙刷 床底的高跟鞋都证明了他并非是条单身狗 从死者威尔的日程表上可以得知 他在五点半,也就是死亡前的两个小时 与一位名字缩写为CT的神秘人士见过面 C叔建议兵分两路 某某二人组瑞安和汉沃尔去调查这个叫做CT的神秘人士 他则和贝姐去死者工作的博物馆看看 博物馆充满着未知事物 C叔再次兴奋得如同两百斤的孩子 馆长雷恩接待了他们 诶,这不是超感神探里的土豪吗 馆长说他与死者已经相识两年 曾一起组队在墨西哥南部发现了玛雅王凯曲亚的墓室 他们还在墓室中挖掘出十来个陪葬的木乃伊奴隶 趁着贝姐与馆长聊天的间隙 调皮的C叔扣死起了夺宝奇兵 这座石棺中躺着的便是玛雅王的木乃伊 C叔一个不小心启动设备打开了石棺 看到了国王的正脸 被赶到的女博士骂了个狗吃屎 因为随意让木乃伊暴露在未经过滤的空气中会造成毁灭性破坏 这位女博士也是死者和馆长团队的成员 她表示和死者并不熟悉 这时候,此次考察的投资人走了过来 她说威尔的死是玛雅王的诅咒 传说凡是看到玛雅王面容的人都将死于非命 馆长说当年参与考古的团队中 一位叫做妮可的女研究人员在四个月前遭遇了美洲报的袭击 连尸体都没留下 另外一位教授也患上了疾病很快死去 加上威尔,一下死了三个人 搞得大家现在人心惶惶 完了,C叔刚才也看到了玛雅王的面容 难道他也将命不久矣 事实上C叔回来之后确实各种不顺利 先是被指割破手 又是一只散架,一屁股坐在地上 最后是差点被咖啡机炸伤 对于C叔的遭遇,被结合某某二人组的态度是 死者威尔非常了不起 年纪轻轻就凭着经验发现了玛雅王的墓穴 馆长表示,这也为他们的团队带来了烦恼 比如他们经常收到用玛雅文写下的恐吓信 法医瑞尼在死者和馆长收到的同款恐吓信上发现了一种微量的花粉 花粉产自玛雅人的故乡 巧的是,砸死威尔的石像上也化验到了同样的花粉 这代表着给死者寄出恐吓信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 贝杰了解到四天前有一位激进的玛雅人正好在纽约逗留 这位玛雅人叫做查泰,名字缩写正好就是CT 也就是死者出事前两个小时内见过的人 警方在查泰身上化验出了恐吓信上的同款花粉 查泰承认恐吓信是他记得 因为在墨西哥和中美洲还存在着700万的玛雅人 他们都是玛雅王的后代 死者威尔的团队与当地政府 未经当地人允许运作玛雅王与文物的行为跟抢劫没有区别 可是经过调查查泰并不具备作案时间 也不是死者生前见过的神秘人 就在这时候某某二人组带来消息 他们修复了死者的手机 并在手机中发现了死者女友的照片 竟然是先前他们在博物馆遇见的女博士 女博士说馆长与威尔不合 因为害怕被开除 所以他一直隐瞒与威尔的恋情 可馆长明明说他与死者威尔是很好的朋友啊 原来死者威尔是个花花公子 四个月前的一次外出考古中 威尔曾约团队里一位叫做妮可的女研究人员去树林见面 因为威尔临时有事爽约 导致妮可一个人在树林里遭到了每周报的袭击 连尸体都没留下 馆长说妮可本有大好年华 是花心的威尔害死了这个年轻的姑娘 馆长表示 威尔被杀时自己正在博物馆工作 不信你们可以去调取监控 由于调取监控需要一些时间 贝姐和C叔只能先行离去 警局内某某二人组又有了新的发现 死者威尔被害前几天曾往银行账户存入一万元 紧接着又马上把钱给取出来了 几天内存一万又取一万 听上去有洗钱的嫌疑 警方立即调出了当时银行的监控录像 发现陪死者威尔取钱的人 竟然是一个劣迹斑斑的毒贩子 一个考古学家怎会与毒贩子在一起呢 要知道将毒品藏在文物当中入境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毒方式 难道死者威尔正在与毒贩合作吗 警方当即全副武装来到了毒贩的老巢 C叔也跟着冲了进去 刚进去就被毒贩的狗给咬了 这两只狗谁都不咬 就紧紧盯着可怜的C叔不放 你就说惨不惨吧 不过好在这毒贩是抓到了 可毒贩却说自己早就不碰毒品了 他给死者一万美金 是为了购买一具女奴木乃伊 反正大家都只会关注玛雅王的木乃伊 十几具殉葬的木乃伊少了一句 也不会有人在意 可不知道为什么 买家把木乃伊给退回来了 死者威尔便只能将一万钉金取出来还给了毒贩 这时候 法医瑞尼那边再次传来消息 他们在砸死威尔的石像上还检测到了木乃伊的组织 这意味着凶手遭下石像之前曾接触过木乃伊 然而此时的C叔已经被一连串倒霉的事情折腾得神经失常了 他甚至怀疑是木乃伊亲自从棺材里爬出来 遭下石像砸死了威尔 贝杰再次带人来到了博物馆 打算查看一下威尔给毒贩退回来的木乃伊有什么古怪 然而打开石棺的一瞬间 发现木乃伊居然失踪了 难道正如C叔所言 这群木乃伊从棺材里爬出来 亲手杀死了威尔 木乃伊丢失了 这威给了投资人炒作的噱头 他立马屁颠屁颠地联系媒体去了 C叔一个人在紧续的电梯里平复情绪 这么邪门 有本事你停电啊 我去 C叔害怕电梯会突然下坠 于是他选择了一种能够保命的姿势 C叔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人丢大了 不过没关系 反正他不要脸 这种种遭遇让C叔有了直面死亡的想法 他将女儿和母亲托付给了贝姐 还请求贝姐别忘了销毁她藏在衣柜里的几部 史诗级爱情动作大片 他怕女儿看到了 会觉得父亲是个老色P 让我们再次回答案件本身 目前为止所有线索都中断了 唯一还没有弄明白的是 威尔死前见过的 名字缩写为CT的神秘人到底是谁 就在这时候 某某二人组带来了消息 他们对比了木乃伊石棺上的指纹 确认有一组指纹不属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而是来自于一名叫做查尔斯·泰洛的男子 他的名字缩写 正好就是CT 警方找到了这位在生物公司上班的CT CT承认他与死者见过面 原因是他又一期替买家检测过威尔出售的那具女奴木乃伊 确认那具木乃伊是个假货 他的死亡时间在近代而非古代 博物馆员工在仓库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找到了这具丢失的女奴木乃伊 看来有人特意将木乃伊藏在了这里 不希望他被警方发现 法医瑞尼为这具木乃伊做了尸检 最终确认了女木乃伊的死亡时间在四个月前 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几个月前的木乃伊还敢收任这么贵的门票 这个不是重点好吗 重点是这具女士被人打死之后 抽干了血液 取出内脏 烘干制成了木乃伊 这她们要就是一件凶杀案啊 那么这具女士是谁呢 还记得关张口中四个月前 在树林中被每周暴袭击的妹子妮可吗 她被认为是第一个遭到诅诈的团队成员 当时警方只在现场找到了妮可的血衣和一些头皮 便匆匆认定她被每周暴吃掉了 没想到妮可是被人打死了 并且尸体还被制成了木乃伊 凶手的手段极其高明 将妮可的尸体混进了一堆木乃伊当中 一定是死者维尔在出射这具木乃伊的过程中 发现了木乃伊是假的 于是打算深挖女士背后的真相 凶手为了灭口 便只能连带着维尔一起杀害 团队中的女博士既是死者的女友 又是木乃伊专家 去说被制成木乃伊的女死者妮可一直暗恋男死者威尔 那么会不会是女博士嫉妒男友和妮可偷情 一气之下弄死了这对狗男女呢 面对质问 女博士表示的很无辜 她说妮可早就退出了这段三角恋 倒是馆长一直暗恋着妮可 这是整个团队人尽皆知的事情 别忘了馆长也是木乃伊专家 他同样有制作木乃伊的记忆 不管是谁将妮可制成了木乃伊 都会留下自己的DNA 那么警方何不为死者与馆长做一份DNA匹配 没想到馆长一听说要对她的DNA进行采样 就吓得当即逃走 却因为跑得太快滚下了楼梯 被警方当场逮捕 原来四个月前的一天晚上 馆长想在树林侵犯女队员妮可 遭到了妮可的激烈反抗 于是她一气之下打死了妮可 并在树林留下了血衣和头皮 伪造了野兽袭击的现场 再将妮可的尸体制成了木乃伊 用制木乃伊的绷带包裹了起来 几天前 她注意到副馆长威尔正在调查自己 所以要这么大费周章是想让这一切 看起来更像是玛雅王的诅咒 案件了结 此次展览的投资人也陷入了 前所未有的丑闻 为了掩盖丑闻 她决定将玛雅王和其他文物 归还给墨西哥博物馆 作为回报 玛雅人查态交给C叔一个破解诅咒的方式 由于破解诅咒的方式实在太过羞耻 C叔不愿透露 不过看样子 他倒是轻松了不少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C叔在故事中提到了著名的图坦卡蒙金字塔 图坦卡蒙是史上最年轻的法老 九岁继位 精心统治了九年 在十八岁时神秘死去 随后便葬于金字塔里 直到1922年11月 英国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在弟弟 找到了图坦卡蒙临木的入口 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匾额上写着诅咒 谁扰乱了这位法老的安宁 死神之意将在他头上降临 接下来的数十年 当年闯入法老墓穴的考古人员 几乎都因应验了诅咒 不是当场毙命 就是不久后染上了奇怪的疾病死去 也有一种说法是考古人员在打开棺木的时候 吸入了一些有毒的气体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图坦卡蒙给后世留下的无数谜团 仍然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事实上C叔碰到的倒霉事情 很多都是贝姐和萌萌二人组的恶作剧 不过故事中挖掘玛雅王的考古团队 除了女博士 几乎都没有好下场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对于任何未知事物都应该有敬畏之心 你可以没有信仰 但也请务必尊重他人的信仰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